太牛了 玩游戏摸鱼居然都摸到火车站大屏幕上了 这个纸牌游戏80后90后都玩过 很多人以为现在电脑系统里没了 其实还有 任务栏左下角搜索栏 输入SOL三个字母就能找到了 怎么样 还有那味儿吗 10后想象不到 以前Windows自带的纸牌 扫雷 空荡接龙 红星大战等几个小游戏 在我们这代人心中的地位有多高 不管是小学生上维基课 还是白领上班 肯定都用学校或公司电脑偷偷开过纸牌 偷感很重 但快感爆棚 最离谱的是一些火车站 还出现过大屏同步直播员工打纸牌的乌龙 其实Windows系统之所以会在开始菜单里放这些小游戏 又之所以会莫名其妙的把小游戏藏起来 里面可全都是算计 92年发布的Windows 3.1上 系统开始自带纸牌和扫雷两个游戏 这俩游戏身兼重任 要教会用户怎么使用鼠标 这现在听上去有点离谱 鼠标还用胶吗 但在90年代初 刚用上鼠标的用户是普遍有点懵的 左键右键啥区别 单击双击咋区分 拖拽又是啥意思 在这样的背景下 扫雷不断让你左右键之间切换 纸牌则是不厌其烦的让你拖拽 这俩游戏玩明白了 用鼠标也就不成问题了 后来微软又在开始菜单中 引入空档接龙和红星大战 这俩游戏更绝 本质上就是个测试软件 空档接龙是一款32位应用 开发它的目的是为了测试32位应用 能否借助转换层 在16位的Windows 3.1上正常运行 为微软两年后 向32位的Win95系统转换做准备 红星大战则是一款可以联网对战的游戏 主要是为了测试局域网联网技术 后来XP时代 红星大战又进化为互联网对战 实质上也是一种测试手段 从92年开始 小游戏软件被微软放在开始菜单里 放了20年 堪称铁帽子王 然而Win8发布时 小游戏却消失了 让很多人一下失去了摸鱼手段 事实上 删掉小游戏 又藏着微软的一个阴谋 Win8面世的2012年 iPhone上卖软件的App Store 已经成了苹果的摇钱树 眼红的微软一拍大腿 觉得这事他也能干 为了引导用户能去微软官方的软件商店 微软想了各种奇招 其中之一就是在开始菜单中 删掉小游戏 引导用户到微软商店 额外下载安装 从而起到一种推广的作用 而现在回头再看 微软商店做的最成功的是 大概就是让用户 忘掉了扫雷和纸牌这些小游戏 其实在Win10和Win11系统中 微软都悄悄加回了纸牌合机 只是藏得有点深 不过十多年都过去了 作为曾经在上课上班时 玩了一局又一局纸牌或扫雷的人 你现在还会在玩吗 创作实在不易 对科技商业内容感兴趣的朋友 动动手指 关注一下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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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